藏海船最大的亮点 肖战用实力和人品打破所有人的偏见 主持人 这部戏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黄爵脱口而出 肖战 黄爵老是接受采访时 说肖战是藏海船最大的亮点 并且对肖战本人给予了很高评价 通过这次合作 我对肖战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为何会如此成功 以前只是有一个很片面的了解 现在我知道了 他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专注的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肖战用实力和人品打破所有人的偏见 肖战的演技和实力毋庸置疑 这么多年来 他的沉淀和他的脚印一步一个都算数 当年去演画居如梦之梦 就能感受出来 他想做一个好演员的决心 藏海船必看 只因为肖战只得 近日 演员黄教在参加一档采访节目的时候 谈到了主演的新剧《藏海传》 主持人询问这部剧最大亮点 演员黄爵就曝光了这部剧里的最大亮点就是肖战 没有一点点犹豫 肖战的名字就是脱口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 黄爵还评价自己对肖战有颠覆性认识 之前非常片面 合作后发现肖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流量 而是非常执意的演员 努力且专注 据悉 和肖战合作过的演员黄爵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被主持人询问《藏海传》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得到的回复是肖战 黄爵不仅仅是曝光肖战是最大亮点 还对肖战进行了一番点评 在黄爵老师眼里 自己对肖战有了颠覆性认识 之前没有合作的时候对肖战的了解非常片面 合作过后发现肖战并非流量 而是执意演员 个人素养非常高 努力 专注且认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发文表达了感谢 感谢黄爵老师对肖战的认可 事实上基本上每一位和肖战合作过的演员 导演制片人等都对肖战赞不绝口 非常认可肖战身上展现出来的态度 是优秀的全能型艺人 也是敬意奉献的正能量榜样 这样的肖战 注定会成功 大红大紫也是必然 总之祝福肖战 作为主演的肖战 顺利成章成为了《藏海传》里的最大亮点 期待早点见面 不见不散 另外对于肖战来说 优秀的人总会闪闪发光 更何况肖战没有舒适趣 演技一直在线 值得信赖 并非流量 而是真真正正的全能型实力派演员 近日 肖战主演的多部作品都传来了好消息 梦中的那片海不仅仅入围飞天桨 还继续登上了中秋档 在藏海传领域 平台总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曝光了这部剧的最大看点 融合了历史 武侠和悬疑三大元素 讲述从部一批金展 及一路高歌猛进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的惊喜可以说是非常多 无论是剧情还是阵容 都值得一看 据悉 随着肖战藏海传入选平台 2025年度爆款电视剧名单 平台总裁就站出来 曝光了这部剧的最大看点 直言这部剧融合了历史 武侠和悬疑三大元素 惊喜非常多 订单后不会让期待已久的观众朋友们失望 对于肖战来说 大家完全可以信任肖战 不管是演技实力还是拍戏过程中的状态 肖战都不会让观众们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祝福 都希望这部剧可以早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不过话又说过来 完全不用担心巨荒 肖战梦中的那片海继续上新了 还是央视安排的中秋档 再加上王牌部队 玉谷瑶等多部爆剧也都时不时重播 霸平模式从来都没有关闭 总之恭喜肖战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认可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正能量偶像 期待肖战的作品无可非议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肖战值得信赖 一直都是电视剧《藏海传》改编自南派三叔的 万海细琳 原著《深受喜爱》 是一部古装悬疑大男主剧 近日官宣主演阵容 肖战和张静怡分别单纲男主和女主 两人的外形与演技备受期待 游民导政小龙兼致指导 加上肖战的庞大粉丝群 让这部剧一经官宣便登上四个热搜榜单 显示出爆款预定的势头 小编也为大家盘点出《藏海传》故事大纲 演员介绍 剧情亮点加开播信息给大家 《藏海传》剧情介绍 《藏海传》讲述了大庸国青天见见证之子制奴 因家族遭遇灭门之户而背负血海深仇的故事 经历十年的隐忍与休息 制奴化名藏海肖战士 重返京城 凭借出色的营造记忆与纵横百合之术 他在朝堂上逐步崛起 揭露了当年家族惨案的真相 洗刷了冤屈 在这过程中 《藏海》目睹了朝廷内部的腐败与弊端 并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国士 最终 他选择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福祉 协助大庸化解战争危机 实现了和平与繁荣 《藏海传》演员介绍 《藏海传》男主角肖战 肖战饰演藏海 幼年经历灭门之痛后 随时学习堪予与百合之术 成年后 他谋略过人 表面沉着冷静 精通纵横述 与仇人势不两立 然而 内心深处他始终追寻正义和真相 未曾放弃善良本性 为全家报仇并揭开真相 是他不变的目标 《藏海传》女主角张静怡 张静怡饰演聪明伶俐 智慧过人且身怀绝技的相暗图 他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并且背负着沉重的过去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 他与藏海相遇 从相识到相互利用 再到相互理解 最终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共同面对命运的挑战 《藏海传》配角阵容 周琦是庄之行 为了寻求生存 他选择隐匿自己 默默生活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中 黄菊是庄卢尹 为了追求利益和权利 被内心的罪恶所控制 于南是名誉肃题 因为怀念过去 他心中一直藏着遗憾 陈延熙是照上弦 连声巧安 易于困顿之际 《藏海传》剧情六大亮点 《藏海传》剧情两点一 《藏海传》S家古装全谋剧 《藏海传》被设定为S家等级的古装全谋剧 令观众及原著小说的粉丝都相当期待 该剧由后宫真还传的 明导郑小龙担任导演 监制 原著作者南派三叔亲自参与编剧 故事讲述男主藏海肖战士 袁世青天见监政之子 同年时遭遇灭门之祸 身负血海深仇的他改名唤性 重新踏上仕途 揭开多起重大案件 这些案件都指向长白山 最终 藏海发现终极秘密 揭露阴谋 并携手之爱好友守护国家 《藏海传》剧情两点二 肖战饰演《藏海人设魅力爆棚》 肖战饰演的汪藏海 在《藏海传》中展现出极大的魅力 视为大男主角 汪藏海与其他角色有着紧密的互动 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 也展现了他的多面性 无论是与女主角温颜月 张静怡饰演之间的情感纠葛 还是与反派角色的志勇较量 都是剧中的重要看点 让观众对肖战的表现充满期待 《藏海传》剧情两点三 配角阵容各个都超抢眼 《藏海传》除了肖战和张静怡的主演外 还有一支豪华的配角阵容 包括周琪 黄爵 陈延熙 张国强 于南 乔振宇和钟汉南等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加盟不仅增添了剧集的亮点 也使每个角色更加立体 每位演员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丰富了角色关系和故事线 让观众对整部剧更加期待 《藏海传》剧情两点四 制作团队阵容豪华 《藏海传》制作团队阵容豪华 实力非凡 导演郑小龙拥有丰富的拍摄经验 曾指导多部经典剧作 对剧情和演员的把控游刃有余 编剧团队也极其专业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 观众期待和市场需求 力求做到每个细节完美无缺 这样强大的制作阵容 让人对《藏海传》充满期待 《藏海传》剧情亮点五 浮化到精美 《藏海传》在服装 道具和画面设计上极为讲究 成功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剧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精致的服饰道具 生动再现了古代中国的风貌和文化底蕴 这些细节不仅让观众沉浸于剧情中 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微整部剧增色不少